2018年8月29日,18点023,25秒来源,海外网特朗普喊话安倍,我记得珍珠港事件,图源,视觉中国,原标题,每日友情被爆声遍特朗普喊话安倍, 我记得珍珠港事件海外网8月29日电美媒周二28日曝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不久因贸易和经济政策出现分歧,双方关系转趋紧张,综合华盛顿邮报、国会山报等美媒报道,特朗普与安倍在今年6月举行首脑会谈时,向对方重提美日之间最深的一道伤疤, 趁他还记得珍珠港事件,让安倍不知所措,我记得珍珠港事件,在发表有关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长篇演讲中,特朗普说出这样一句话,特朗普还批评了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 要求日本增加购买美国牛肉及汽车,减少贸易逆差,引起安倍不快 报道趁,特朗普希望与日本签订一份更有利的协议,以帮助美国汽车和牛肉生产商 报道指出,特朗普抨击安倍,急不寻常,两人关系向来友好,特朗普与安倍见面及通话的次数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两人曾见面8次,通电话26次,特朗普还曾形容安倍为好伙伴、好朋友, 但特朗普近段时间以来,频频对日本贸易行为发表负面看法,加上两人在对待朝鲜问题上产生分歧,因而关系变差,我以前从未听过他,特朗普,对安倍说这种垃圾,话,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你不能对世界上多数领导人说这种话, 然而,NHK电视台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否定了特朗普,说过有关珍珠港的这句话,不想对报道进行逐字逐句的回应,但是报道所提到的内容不属实,菅义伟说,珍珠港事件是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在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湖岛上的飞机场,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海外网姚凯虹,责任编辑,唐义赫PN08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